讲吧老妈妈 那话筒对着嘴巴 我是为我的孩子 他是男孩 属羊 是1991年出生 91年属羊的 想看什么告诉我 我是想看他的事业全图 你这个孩子啊 我告诉你老妈妈 脾气不是太好 我说的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 这个羊还带着两个羊脚 而且呢 他本身自己呢 因为过去受过一些刺激 所以他这个孩子呢 本事是有的 但是怀才不遇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找不到好的工作 而且经常会换 看这个羊啊 头啊 一直在找 跑来跑去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这个儿子 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让他慢慢的 好好 你帮他念念经 你如果不帮他念经 不行的 那请问你念什么 你要给他每天念心经 念十一遍 心经 心经 而且呢 叫他呢 少吃荤的 这孩子啊 少吃荤的 荤是什么 荤就是鱼啊肉啊 哦 鱼蛙 啊 生蒙海鲜啊 老妈妈昏的都不知道 家里全是昏的 听得懂吗 老妈妈 懂了 你这个儿子要记住啊 他这个人不讲话 闷得不得了 突然之间有时候会 一下子不开心的 听得懂吗 听懂 啊 好了 你还有 你 你想 你要叫 把你儿子还要念经 因为你打胎的孩子 你调过孩子 听得懂吗 听懂 我从你儿子身上 能够看得到你调孩子 对 答对啊 答对了 他说 他跟台糖搞自力竞赛啊 我说有调过孩子一次 调过孩子一次 我告诉你 你身上的孩子 经常到你儿子身上去 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让你儿子 让你担心 跟你经常有对立 明白吗 明白 所以了 答对了 一百分 请问 请问念经 是我念事 还是孩子 你给你儿子念 请你念给儿子 我儿子名字 比方说你儿子叫某某某 要经者就可以了 你自己呢 再给你自己名字 的孩子收 明白了吗 其实 钓孩子没关系 钓了就钓了 问题就是 你要把他超度走 因为他的肉体 被打死之后 他的灵魂没地方去 他就老缠在你身上 跑不掉 老妈妈听得懂吗 听懂 你自己给这个孩子 念49章小方子 念完之后 我告诉你很厉害 你可以 我可以让这个孩子 来看你的 你可以做梦 看到这个孩子的 但是你不认识他 但是你知道 这个孩子是你的 很厉害的 那妈妈听得懂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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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谢谢 谢谢